为了避开白天超多的人流 还有那种乱哄哄的环境 所以趁着夜色偷偷的溜了进来 这里是北海公园 说起这个北海公园 不用说是北京、中国 哪怕是全世界的人 都听多了去了 也看多了去了 打小学一年级课本上就出现了北海公园 打小就开始耳闻目染 这么多年 真的是已经入了骨髓了都 这个公园的确是保留比较完整 规模也比较宏大 而且它还是一座皇家园林式的公园 所以在北京是非常的有名 并且它在市中心 所以它具备了这些种种的条件之后 它的这种知名度就无限的延伸扩展 北海公园我是来过很多次了 但从来没有去拍过什么视频 偶尔就是拍张照片 我自己到底来了多少次呢 我也记不清了 只记得最早的时候是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带着我们到这个公园来春游 那是最早的印象 已经离现在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了 之后呢 就断断续续的 经常性的 跟朋友啊 同学呀 自己呀 家人呀 来过无数次的这种公园 但是那么多次呢 都是白天 白天来玩的 晚上来玩 今天这是第一次 现在北京很多的公园里面呢 有很多小动物 尤其是以这个猫咪最多 现在的人普遍的对于动物呢 有比较强的保护 再一个呢 公园里边人多 有很多人给他们喂食 所以他们不愁吃 而且公园里的面积呢 也足够大 足够他们活动 也足够他们拥有自个儿的领地 所以久而久之呢 这种动物呢 就原来也多了 他们会在里边不断的繁殖 这就是有好几只小猫 不大 刚刚出生不久应该 这个猫一边两边黑啊 这生的啊 三只猫 这是三只猫 三只猫 三只猫 你现在买这个衣服 都心疼啊 穿着你下边吧 那你现在下去 现在哪里下边 那里下边 那里上孩子呢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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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动物们在这里边应该是活得比较舒服 比较自在了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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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往前走 过了这座桥 前面有一座土山 山上呢 就是那座著名的白塔了 乌иться 第一座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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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不高 而且台尖也不是很陡 几步就上来了 这就是那座雄伟壮丽的北海白塔了 这座雄伟壮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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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往山下走了 离开了白塔的那个山了 晚上这里路静悄悄的 一个人都没有 显得非常的逆境 在这里玩呢 晚上和白天的感觉差别的特别的大 说通俗点呢 晚上的感觉呢 内心特别平静 特别的放松 也特别的踏实 北海公园呢 它位于北京市的中心 东陵景山 南陵东南海 北连石刹海 它是属于中国古代皇家园林风格的 全员呢 以北海为中心 电地面积大概是68万平方米 其中水面积呢 是38万平方米左右 陆地的是29万平方米 北海公园呢 曾经是在寥带 在今代和元代呢 建过离宫 在明代清代呢 又作为帝王的御园使用过 1925年 公园开发 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也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 现在还是在北海公园里边 对面那个灯火辉煌的那个桥 横着的那个桥 那桥过去 就是中南海 就是那些国家领导人 他们的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我靠这嗓门我也真是服了 大晚上在嚷嚷什么呀 有什么可嚷嚷的 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公园里本来就没什么人 很安静了 稍微一句话 我觉得就能听得见 无需去嚷嚷 这都是一些特别不好的习惯和毛病 这座桥 这座桥过去之后 翻过去之后 就是中南海那个方向 因为现在喇叭已经开始清圆了 开始陆续的让大家离开了 而且保安们也开始出动了 有驱赶的那种意思 让大家赶紧走 赶紧离原 所以我们现在也陆续的往外走 过了这座桥 过了这座桥之后 穿过那个牌楼 应该就是马上接近 接近大门了 这是我头一次在晚上 来逛这个北海公园 感觉非常的爽 很喜欢这种感觉 马上就要出去了 希望您也一样享受这晚上游玩的这种感觉和气氛 下次再见 拜拜